因為心情不好嘛 那我就找了一間酒瓣 喝了酒之後 後面其實冷藝 比較沒有那麼清醒的 我坐上車之後 然後我就完全沒有印象 各位我們現在接到了 吳云哥 吳云哥 好 喝 回來了 謝謝 謝謝 好 各位我現在已經到 被害者然後我們現在快點來 看一下他現在的傷勢 他現在腳這些都是 這些腳都是你自己包的嘛對不對 對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這些是他最近拍的X光照 這個是他目前的兩隻腳 這些都是外接的 就是都沒有真的打進去 全部是他現在腳這個打開 都是被鐵這樣插著 然後還有這個嘛 這是 他的 尾椎嘛 尾椎尾椎 對 整個都是斷掉 因為他從7樓不是5樓 從7樓跳下來 然後整個腳很腫 對啊 很誇張 好 大家現在已經4點多了 然後我仍然在醫院這邊 因為陪那個 回來的個案 然後 因為他現在也沒有冰床 所以我們 還在醫院陪他 然後 我現在推他 先回去一下 呵呵呵 這邊 好 哈囉大家 現在我們已經在接診室裡面 現在是晚上10點多 然後我們已經把他的 身上的處置 傷口都已經 重新 安排好了 這個腳這邊都是 剛才才換完藥 然後這邊都是外固定的 所以他現在從這邊 整個骨頭都是裂的 然後腳現在非常的腫 然後 然後 一路是跌到他的 那個 腰椎那邊 所以就是 因為從 7樓那邊 然後往 5樓 爬 結果後來就掉下來 所以 比較嚴重 因為是逃出來的嘛 那我們這邊 因為被害人不方便露臉 所以我們就由 我跟他的腳 哎呦 我跟他的腳 來當作我們的背景吧 那大家 我們就簡單問一下他幾個問題 那 我可以請問一下就是說 方便幫我減速一下就是 你為什麼會 就是 因為我們有介紹的訊息是說 就是你是在泰國旅遊被下藥 然後後來醒來人就 已經不在泰國了嘛 那可以方便幫我減速一下他的時間點 然後跟事情發生經過是怎麼樣嗎 我就 我就在泰國啊 是 就是 我在玩 我就是 一個人去玩 然後就想說 因為心情不好嘛 就想說去 放鬆一下 是 那我就找了一間酒吧 是 那喝了酒之後 其實 後面其實 人就是 比較沒有那麼清醒的啊 那沒有那麼清醒的話 基本上 我 我坐上車之後 我就完全沒有印象了 是 那到我醒來的時候 我就也是已經在 夢 那個 夢 夢 不是夢嗎 夢品 夢品 對 那當下其實 我也是很納悶啊 就是 欸我的褲子整個就是都灰灰土土的 那 灰灰土土的 我就是 就是 因為旁邊就是有人穿阿兵哥的服裝 那他們身上都背著武器嘛 是 那其實我也 不太敢再去多問什麼 對 那其實就是 喔 就稍微問說 啊 我怎麼在這裡 然後他們也都沒有理我 那我就是 配合著他們 配合著他們 那看他們是想要成這樣子 嗯 對啊 那 其實 個人欠義啊 如果真的去 泰國 真的 不要自己一個人 對啊 那 就是 盡量就是 接班就是 那 那這樣子的話 你怎麼會想要就是 說 就是想要 逃出來的契機 是什麼 逃出來的契機 因為我跟 嗯 我跟 我其實在裡面就是 因為你人在 你人在那邊嘛 你人在那邊基本上 你也沒有辦法說 去 控制自己 嗯 那 就是控制自己的生與死 嗯 因為你的人就是已經在那邊了 對 那我還記得 我到的時候 其實 那邊的 那邊的人 他不敢單獨跟你見 單獨的跟你講話 是 旁邊一定要帶個阿兵哥 他怕你把打他 是 說真的是這樣子 那 基本上 我到那邊 主管 那 他們就是所謂的主管 那什麼 遠區 的主管 就直接跟你講一句話 你現在的人已經被賣到這裡了 那 你現在要在這裡繼續工作 還是我直接把你賣掉 30萬 你這個人值30萬 那 當下你也沒辦法 你也只能配合他 你也只能配合他 那 配合他 那他就把你送到原區 那送到原區 其實我一直就是 從頭到尾就是想逃跑 那 從來沒有一刻是想要 待在裡面的 但是我是完全沒有表現出來 所以我在裡面 是沒有被打的 對 所以 我 基本上我在裡面 我在裡面 沒有被打 那我就跟裡面的老員工阿 聊天阿 他們就會跟我說 你這種情形可能是 從大齊比亞 被騙過來的 就是被運過來的 對啊 那真的就是被綁 那我就說 有辦法回去嗎 他說 在我們那間公司 從來沒有人是 回去的 那我就說 不是說賠付多少就可以回去 他說他賠付只是把你賣去下一間公司 那我那時候就很好奇 我就想說 問一下我的賠付金是多少 變五十萬了 一問就從三十萬變五十萬這樣 對 就變五十萬了 對你的態度就不好了 那 那 因為我們那個是所謂的致敬派 那我就趁著 就是 他們主管 出去玩 放鬆的時候 裡面 主管沒有那麼多的時候 我就是 約了好幾個人 大概 十 十 至二十來個 對 大概是十五個左右 因為其實也沒有細算 那我就是 帶頭的那個 因為我們整個園區 就只有我一個台灣人 我們就是 我就從 我就開始 綁被單 從他的通風管道 那邊 撿了一個 因為那個都是有鐵絲網的 那 他的通風管道的 熱氣那邊是有那種 很像百葉窗 但是它是封死的 那我們就是 就是用剪刀 用那種比較大隻的剪刀 把它 撿破 那 讓我們那邊最胖的人 可以過去 那我們就開始把被單 那 從 就是把所有的被單 都用完 然後 就是先 測量一下高度 看夠不夠 然後我們就把被單 用下去 是 然後用下去之後 我們就是從 我 因為我就是 因為我這個人 就是很急著出去嘛 手現在還有掉的點滴 我們就很急著 我就很急著出去 所以我就當第一個 我就從七樓 爬爬爬爬爬爬 那爬到五樓的時候 然後我看到有 因為 雖然緬甸那邊車子不多 所以有車的時候很明顯 是 有車子回來 我就想說會不會是主管 我就想說要躲 躲在冷氣後面下 結果 醒了 就是 欸 一瞬間醒來的時候 我不 就是已經在醫院了 莫名其妙就已經在醫院 那 當下就是 那種 緬甸口醫的醫生 就跟我說 你的 腰椎啊 你的腳 你的腳都碎了 然後什麼腰椎斷 我想說 怎麼不乾脆給我死啊 因為 正常我們聽到這種東西 我們可能會想說 欸 沒久了 我這輩子可能 沒有辦法再站起來了 這個 適合嚴重 沒有辦法再站起來了 那我就是 我就是 也 當下我就是 也沒有辦法啊 那 因為我剛好 出來的時候 我口袋有帶錢 那口袋帶錢 那個時候可能 我在想應該是 我的褲子被剪掉 然後錢又被護士拿起來 我那時候就 護士就拿 大概兩千多塊給我 就兩千多塊給我 那我 就是 就是 後續才有一系列 就是救援的 後續才有一系列的系 就是救援這樣 了解 喜歡這個 油脂的創作者 就趕快去follow他喔 你有發現其他 更具爆紅錢運的影片嗎 趕快投稿給大人秀吧 點擊下方 觀看更多有趣內容 還有